被斜持的西突然变成了一具尸体 一张照片让这个幕后黑手露出了马甲 我知道凶手是谁了 我们走进房间 看见了身穿李珍衣服的西 安息 怎么会 你怎么 果然是你 安息 我查过安琪的资料 西 安息 很显然 你 你很好奇吧 我是如何知道是你的 在你的计划里 今晚应该只有我和猪吐兔 作为目击者活着 我们因为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喜清安息的冤屈 而你幕后的凶手 既手认了仇人 又不用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吧 没错 可是 你很聪明 你不仅编了一套完美的身份 你还准备好了时间线 让我们被你牵着鼻子走 你第一个杀死的是李珀 所谓的对话 应该是杀他的时候录下的 又巧妙地布置了蜡烛烧断细线 让尸体倒下的装置 所以你需要我们五点半准时参加 但是你没有想到 另外的主角却迟到了 以至于之前所录的对话就有了破绽 大瑶 你还记得你冲进去之前 女鬼都说了些什么吗 我记得 她说我们三个杀人场命 我当时还很奇怪 我们怎么就杀人了 这样的话 她吸这个假的身份 也不攻自破了 否则应该是四个人受到惩罚 没错 我怀疑她的身份很久了 但是由于现场受损 找不到什么关键证据 不过 还好你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 啊 是那个烧焦的小盒子 对 它是扩音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用凶手钥匙串上伪装的遥控器 在合适的时机播放合适的录音 不仅能击溃受害者的心理防线 还减轻了我们的怀疑 同时也让我们进一步得知了真相 然后 然后她没想到 周娜娜这么容易就被吓疯了 于是她就趁着我去取手电筒的同时 趁乱放恐怖录音 因为发疯的李珍 轻易的就会被杀掉 这时候 她只需要在三楼演戏给我看 我在情急之下 就会沿着早就安排好的血迹的指向 来到第一个房间 既然一切都是按照我的计划发生的 那你为什么 这得亏了我眼神不好 只能使用手机扶住 你看 这也是指认你的关键证据 既然你们什么都知道了 我就不浪费口舌了 我承认 是我利用了你们 但我想求你们 你不用求我们任何事 关于十年前的真相 你为什么不自己说 或者用法律解决问题呢 因为 我要亲手杀死他们 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 他们 都该死 可惜了 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想 你姐姐安琪 也不希望你是这个结局吧 任何事 未经认